台湾之光就是陈伟英 会出大联盟的时间 现在终于确定了 令大家非常期待 巴尔迪默金队正式公布了 陈伟英将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 也就是台北时间 星期四早上七点钟 先发出战强敌 德州游击兵队 球迷朋友已经不用再看 身体已经恢复健康 伸手恢复了水准 投球内容一流的陈伟英 穿小联盟球衣 继续投复健赛的画面了 因为球迷朋友很期待 陈伟英也确定要回大联盟了 我从上一场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总教練这边希望 就是再多一场确认这样子 然后确认自己的状况 是可以的这样子 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球团不放心 要英仔慢慢来 慢慢的调整 所以陈伟英多投了一场 小联盟的比赛 最后一场的复健比赛 七局零失分的好投 在小联盟复健期间 一共主投了十二局 标出八次的三阵 防御率三点零零都很够水准 让急着争分区龙头的精英 赶快把英仔抠回大联盟 带着恢复健康的身体跟身手 英仔已经确定台湾时间 星期四的早上要先发 大联盟复出的第一场比赛 就是对上了强敌游记兵 陈伟英生涯对上游记兵 七点二局五四三阵 拿下胜头 表现很有陈伟英的水准 要瞄准的是个人这个球技的 第四场胜利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原本大联盟 付出的比赛 有机会对上同样是戏出 日本的墙头达比修友 但是达比修被调到了隔一天才出赛 所以球迷这回很残念 无缘见到陈伟英跟达比修友 同场对决的精彩画面